悉尼封城很有可能将会一直封到圣诞节之前 但是澳洲的银行股利润依然出现了大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 我们知道现在由于Delta病毒 也就是印度的变异病毒 传播速度是远远高于了初代病毒 使得悉尼即便是在连续六周的封城之后 在昨天依然是出现高达300例以上的新增病例 并且有超过200例以上的 他们在传染期依然是在外活动 这就让人非常的担心 是否悉尼未来需要更长时间的封城 才能压制住病毒 那么目前根据新南威尔士州当局的预计和计划 至少他们是需要有两个条件能够解除封城 一就是在悉尼所在全州的居民18岁以上 疫苗两针之后的注射率必须达到70%以上 第二就是咱们说的单个新增 每一天新增的数字必须降到10以下 从目前的估计来看 需要至少到11月中 甚至于11月底左右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换句话说 悉尼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三个月时间 都面临连续的封城 那么按理说我们知道 六个星期再加上三个月 加起来就快到四五个月了 正常来说 任何一个城市面临这么长时间的封城 想必大家都会清楚 什么吃喝玩乐 餐饮娱乐 旅游等等 这些板块会受到重大冲击 但是很奇怪的是 在昨天 也就是这个星期三 澳洲的联邦银行公布了他们在过去一个财年的全年利润 这个数字 却非常的好看 总体来说 在过去的一个财年中也就12个月时间里面 澳洲联邦银行总共是多赚了 按照税后净利润来说 是整整多了20% 我们如果看一下它的股价 它的股价从去年的最低点到现在的价格 上涨幅度大约也是在40%左右 那么作为澳大利亚第一权重股票 上涨40% 毫无疑问将会带动整一个金融板块 乃至整一个大盘的上涨 那么为什么封城了这么久 之前是墨尔本封 现在是悉尼封城 封了这么久 银行依然有这么多的收入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它这个20%到底来自于哪里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单纯是从它的纯营业收入来看 联邦银行在过去12个月中 营业收入仅仅上涨的并不是太多 只有2%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2% 为什么最后会变成20% 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来自于他们原先已经准备好 要付出去的钱 结果发现 去年封城之后 这个原来的 比如说是商业贷款违约 房屋贷款违约 这个预计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 来说的话 要实际的要小得多 换句话说 原先可能有10个人违约 结果去年政府大发钱 情况呢 悉尼又有所好准 最终违约的人数可能只有3个人 甚至于4个人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原先准备好要减少的那一部分收入 现在再算回来 这就使得联邦银行 并不像去年预计的这么高 同理可得 澳洲的其他三大商业银行 包括一些州立的小银行 他们的情况 也会比之前预计的要好得多 所以有朋友问我 悉尼现在可能封城要封三四个月 是不是这房价有可能会跌 会不会像去年一样暴跌呢 咱们这么说吧 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 如果悉尼房价 咱们说是涨了40%的话 那么最多在过未来的两三月中 它可能回调那就是3% 5%有可能 你要说它回调 23%是基本没戏 为啥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点 就是包括了联邦银行 这次公布的财报中所说到的 它的新增的房屋贷款比例 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倍 商业贷款的数字总额 增加了整整是超过了三倍 换句话说 它洒出去了无数的钱 那么这些钱来自于哪里 这些钱就是来自于澳洲的央行 包括其他的货币政策 为了拯救经济 所大量释放的现金 说白了就是啊 其实银行没做啥事 就是因为有这次的疫情 导致呢 全世界不仅仅是澳洲 那美国撒钱撒得更厉害了 在昨天刚刚通过了 1万亿的基建计划 1万亿美金啊 所以说呢 全世界现在说白了 为了救经济 别看新增人数 像美国又回到了五六万人 甚至于有的时候还七八万人 但是呢 大家猜猜 它现在的这个 空余岗位和就业人数的比重 现在呢 空余的这个职位的数字 是远超过需要找工作的人数 换句话说就是啥呢 就是市场上根本找不到人 一个工作岗位出来 可能呢 一个人都没有应聘 有的人呢 一个人可以找到三四个职位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奇怪 这疫情不是影响经济很严重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工作岗位 没人去找呢 那这个呢 有很多原因了 有人不愿意工作了 拿钱太多了 或者像澳洲一样 移民减少了 工作签证减少 这里我们就不展开叙述 我今天想说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时间里面 澳大利亚 美国 西方国家 日本 像中国也是一样 为了救助这疫情之后的经济 释放了巨量的货币和现金 这些钱都是通过银行 以及其他的金融机构 逐步到商家散户 消费者手里 所以 作为中间最大的这个中介 也就是媒体 是谁 那就是银行和金融机构 即便他们什么都不做 这么多的钱 经过他们手 验过拔毛 那么他们在过去十二个月的财报 都会很好看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大家如果保守一点 啥都别看 那就买银行股就行了 为什么呢 第一 这么多的钱经过他们手 验过拔毛 那过去一万只验子 我拔一万根毛 都已经足够我过冬了 第二 咱们看看现在房价都涨到什么地步 那么银行里面这些钱 借出去大部分是啥呢 商业和民用的房屋抵押贷款 这些房屋抵押贷款 现在根本就不用担心 你还不起钱 你的地已经涨 你的房子已经涨了 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了 你还不起钱 我就拍卖你的物业 我拍卖你的物业 拿回来的钱更多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即便是悉尼封城了 两个月三个月 甚至于以后四个月 只要房地产市场 商业房贷市场 依然是在上涨 那么银行的总收入 是不会下降 当然了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咱们六个月之后 根据他们的财报 再来验证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